德拉奥现年41岁,他今天在哈利法克斯向法庭承认了背信和两项向外国机构出卖情报的罪名。 资料显示,2007年,德拉奥头戴红色球帽,身着便衣走进俄罗斯大使馆, 他迅速出示了军队证件,并要求与名为GRU的俄罗斯军情机构人员见面。 当时德拉奥在哈利法克斯HMCS Trinity情报机构公职, 该机构主要通过卫星跟踪进出本国的船只。 德拉奥能够接触到一个名为Stone Ghost的电脑系统, 该系统的数据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所共享。 俄罗斯军情机构当时每月支付3000加元,命令德拉奥从该系统下载情报。 2009年,德拉奥决定停止与俄罗斯方面的交易, 但是俄方却以德拉奥女儿的安全来威胁他。 双方在南美洲的巴西会面和军情机构要求他全面出卖本国情报。 德拉奥同意了这宗交易,并收取了5万美元的报酬。 由于携带大量现金,又只在巴西停留了几天, 德拉奥在本国入关时引起了边防人员的怀疑。 尽管德拉奥得以进入加拿大, 但是边防人员将情况通知了军方, 并由此引发了军方和皇家骑警的联合调查。 2011年,德拉奥在家中被捕, 他是本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违反信息安全法而受到指控的人。